Hello大家好,我是雲霸 我们今天来开箱台湾银行政府标案的特规笔电 它来自喜杰斯 他们家是台湾本土品牌 专门生产客制化笔电的品牌 那我自家其实都是用他们家的笔电 那特色是CP值超高 采用标准电压的处理器 以及超强的扩充性能 你在外面买不到的规格 找喜杰斯都可以帮你跌到满 前一阵子他们释出了台湾银行 112年度的政府标案采购机种 那分别有三个系列 我今天开箱的是14寸超轻薄系列的Dreambook 14R 以及16寸的战斗机种Forge 16R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款台湾标案机Forge 16R 最后我再用我的观点来跟你分析要买哪一台 OK,Let's go! 买喜杰斯的产品啊 你可以拥有超强的客制化配置 你去官网上面包含记忆体、SSD 连散热膏你都会更换 所以只要你预算够 没有喜杰斯做不到的 很多摄影工作室都很喜欢他们家的产品 因为规格真的是可以跌到满 那这一次台湾标案机啊 有Forge 16R、Dreambook 14R 两种机种 那有分成Core i5、Core i7以及AMD的几种版本 那当你去官网下单收到产品之后 你会得到以下的内容物 包含笔电90W的併压器、有线网路转换器啊 介面是USB C加A的双介面 那还有笔电收纳带、有线滑鼠以及滑鼠电 基本上是你买来就可以直接使用 好,我们先来看外观 这两台的设计造型很相似 外壳都是采用金属材质来打造 那外形是中规中矩的路线 虽然它走的是AltraBook轻薄笔电的路线 但是它的IO介面 远比市面上丰富很多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两侧的IO介面 Forge 16R在右侧有两组USB 3.1 Type-A 然后webcam的实体开关、防盗孔 在左侧有AC的电源插孔、HDMI 以及两组USB-C 都支援视讯输出以及PD充电 还有一个COMBO音讯 所以整个加起来 一共有三组USB-A、两组USB-C加PD 包含本机可以最高三萤幕输出 界面是真的很丰富 那无线通讯的部分支援蓝牙5.1 以及AC双屏无线网卡 那上方有100万画素的webcam 笔电的上盖跟底部是采用铝合金 那在键盘的部分 C键是采用铝合金 那同时在表面 它使用高密度的阳极处理 这个涂层是耐磨耐刮的 所以整个机身摸起来是细致 冰冰凉凉的 我觉得触感是很好的 重点是它的刚性非常强 耐壮、耐摔 所以你去出拆啊 稍微碰撞你都扛得住 那这台Forge 16R 它的尺寸是16寸 可是重量只有1.59公斤 全金属笔电 这样的重量算是非常轻的 那其实我有问哦 它的材质啊 为什么不做全机的霉铝合金呢 那洗劫师有跟我说 如果上盖跟底部 如果都变成霉铝合金 整个重量就可以再减200克 可以压在1公斤以内 可是这样的成本真是太贵了 整个售价可能会冲破4万 所以洗劫师的客群啊 这样子可能就不会买单 毕竟他们是走高CP值的路线嘛 那重量加一点 那成本就会下降很多 对消费者而言是比较好的 好 再来我们翻过来看 底部同样也是铝合金的材质 而且有大面积的散热孔 那材质加开孔的效果加成之下 散热表现也会比较好 那在中间的转轴处 也有散热孔 热风会直接往正后方吹 那我实际在使用的时候 基本上键盘的上半部 就是功能键的上半部 才会感觉到热 平常使用几乎是完全冰凉的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这两台北电 都支援AC加USB PD双充电界面 现在很多厂商 其实都支援USB-C的PD充电 但是他们就会直接拿掉AC充电孔 那洗劫师则是一样出货 就给你附上90W的变压器 用AC充电就可以满血充电 那它小小的 平常你可以放家里或公司 那你可以另外再去买一组 60W的USB PD的充电器 那你平常这样子在使用的时候 就不会占用一组USB-C的孔位 它的键盘是采用长形成的 白色背光键盘 清脆有弹性的手感 那指纹辨识跟电源键直接整合 下面的触控板真的是超级大 甚至比我整支滑鼠还要大 好 再来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萤幕 Forge 16R采用优归的百分之百广色域 2K 120Hz QHD Plus LED的背光萤幕 注意哦 是2K 120Hz的萤幕 你可以去找找同价位同规格的笔电 应该没有一台解析度可以拉到2K 120Hz 它采用的是Nano级的超窄边框 而且是雾面屋 色彩表现非常细致 饱和浓郁 那画面很漂亮 和视角非常的广 那左右分别是1W的喇叭 声音大但是没有低音 所以如果你有听歌需求的话 建议你去搭配蓝牙耳机跟喇叭 再来我们来看效能 效能就是洗劫师的强项 它采用的是Intel Core i7 E3700H 笔电型的CPU 是45W的标准电压 效能约等同于低电压的Core i9 而且它搭配的是最新的DDR5 4800的16G记忆体 那你最大可以扩充到64GB 那我用跑分软底PCMark测试 跑分可以达到5325 那如果我用Adobe的Line Run输出 真的是毫无压力 所以我就直接试试我平常在用的剪映 来输出4K影片 影片的格式是4K 30fps 长度约10分48秒 那总共输出大约6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像我自己是影片创作者嘛 那用来剪辑YouTube影片 效能是绰绰有余 10分钟的影片6分钟都输出完了 所以Forge 16它的处理器很强 然后RAMK无线的扩充 就很适合给影像创作或文书工作者 那但是如果你要玩游戏的话 因为游戏要显卡 那这一台只有内显 那就比较没有办法 或者是你出差的时候 像我一样玩阿尔登法环 然后把特效都关一关 这样简单玩一下 度个时间也OK 好影片最后我来提供一下 目前铜处理器 市售笔电的规格比较表 那目前台湾的笔电很成熟 双A、HP、Lenovo都各自有笔电 如果你撇除品牌喜好度 外形就见仁见智 光从规格来看的话 DreamBook 14R、Forge 16R的性价比 确实就是最高的 那这两台要怎么选呢? 基本上这两台的效能是完全一样 那规格也非常的接近 只有萤幕、电池、两侧Io的差别 如果是我来选 坦白讲我年轻的时候 一定选DreamBook 14吋 因为它又轻又小又好带 那两台的续航力都超过8个小时 都真的是非常够用 但是像我现在45岁 然后有老花了 我真的是要用16吋才看得清楚 那你看这两个显示面积就有差 光开一个首页 网页秀出来的内容就多了很多 16吋真的是比较清楚 那另外Forge 16R的界面比较合理 你看它把两组USB-A放在右边 那插滑鼠、随身碟 这种长长拔插的 会比较方便 那HDMI、AC、电源 这种插了就不拔 会固定在旁边的 放在左手边 就比较不卡手 所以我建议啊 如果你是有工作的需求 两点固定位置的移动 会长时间在一个位置上使用的话 那建议选Forge 16R 会比较好用 好以上是CP值超高的Forge 16R 台银专案机的介绍 那DreamBook 14R 我有在部落格写一篇开箱文 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 这台14寸的开箱文 如果对这两台笔电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留言 那购买连结在影片说明栏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云豹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